哈啰 大家 大家有幫我填寫簽道表了嗎 我有貼在我們的留言板 然後我來 共用一下我的 螢幕讓大家可以用掃描的方式 我摸一下喔 我是您到線上嗎 有有我在線上 好好好 有有有 謝謝 好好okok 好了 麻煩請還沒有填寫簽道表的同學 幫我填寫下簽道表喔 有有有有 看到有人說有填寫了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播放的那個影片呢 是我們那個 勞動部的投資青年就業方案 然後如果 剛剛有看我們的影片有興趣的同學呢 可以幫我上台灣就業通的網站查詢 或者是洽詢我們各地區的就業中心 就是我們剛剛播放的那個影片的部分 好 那我們 看一下 現在學生進來幾個了呢 那還有一些同學還沒有進來 所以我們再稍等他一下 我們大概 40分的時候課程會正式開始這樣子 所以各位同學請再稍等一下 然後還沒 幫我填寫簽道表的同學 今天要幫我填寫簽道表喔 我們會以簽道表的那個為主 所以就是還沒簽到的同學 麻煩幫我簽到一下 啊我剛剛播放影片的時候是有生意的嗎 還是沒有生意的 因為我們剛剛今天下午的時候 有測試的播放影片是都正常 但是 剛開始沒有聲音 後來有了 有點小問題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影片會有點小問題 所以我在 後來才有是不是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是沒聲的 我都以為有 前面沒有聲音 好那我們之後如果 有要再播放影片的話 我們會再多加測試這樣子 喔老師有先把今天上課的 簡報網址 跟進度下載放在留言板了 所以現在同學可以先 按留言板 看一下 好的我們再稍等一下同學 大家再 預備一下 準備熟悉摸一下3DS SweetHome的軟體 然後等下40分的時候會正式開始喔 如果同學 你回去用有問題也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先問沒關係 好的 所以同學如果你 禮拜二下課之後呢 如果你在使用軟體上有什麼問題的話 現在就是老師說可以先來詢問他 看老師可不可以幫你解答這樣子 所以就是 剛剛進來的同學還沒簽到 寫簽到表的 麻煩幫我寫一下 然後如果 你在使用軟體上有遇到什麼困難的話 現在都可以 詢問老師 然後老師等下再幫你解答 那我們稍等一下喔 等下40分的時候開始 等一下 插一下 recipient query 呃 呃 有 呃 呃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好那那个乃云的部分他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在2D的画面如果他是沙发先放上去然后再加上地毯但是这样地毯会把沙发遮住 这个目前应该算是SweetHome 3D的一个bug或者说他功能上目前还没有做到那边 那所以有一个方法可以偷吃布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在3D那3D的视窗不会出现只有在2D会 所以你可以先把你的沙发剪下然后再贴上 就是说他在本身他没有涂层的概念就是像我们在PowerPo里面有上一层下一层这样的概念 那所以他就会变成你比较新加进来的3D模型会盖在比较之前加注的这个模型上面 那你只要把旧的剪下来直接贴上 我们SweetHome 3D他在贴上的这个模型的时候是会在原地贴上 所以你剪下再贴上他的顺序就会放在最上面 这样乃云的部分这样OK吗 我们SweetHome 3D他在贴上的 好然后都里那边有提到我来看一下 修改物件大小 以后如果量柱 如果改量柱大小这样子 柱子和地板的接合处可以自动接合吗 这个部分是没有 因为他的接合目前只能用在墙体 只能用在墙壁的部分 墙壁跟地板本身是没有接合 不过呢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今天会介绍怎么样比较快速去建立墙壁跟地板 所以待会如果我没有讲你要提醒我一下 好然后还有我看一下 乃云还有提到玉缸的玉缸的玉缸的玻璃图片改变之后颜色很浅 有可能加深吗 这个是因为它本身是玻璃的材质 所以说它事实上那个材质就是半透明的 所以你只能改颜色而已 如果你觉得那个颜色很浅 你只能就是比如说假设我用黑色好了 那它因为会半透明 所以实际上应该会变成像灰色这样子 好然后莉莉提到说材质下载之后显示无法开启 好因为呢这个我们要用的是那个在SWiHome展里面去增加的 所以它不能够直接像我们3D模型跟外挂直接点两下 这个等一下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你要怎么做 好那我们就等博云一下啦 如果各位还没有填写问卷的 要麻烦你记得填写一下哦 嗨那个大家要帮我填写完那个 课钱问卷了吗 好刚刚还有 哦嗨大家 大家要帮我填写完课钱问卷了吗 有了齁好 我现在应该有声音吧 不会我讲了那么久 然后结果我都没有声音吧 有声音吗大家 有有有声音 有有好好好 好那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大家就是 就是 已经有先上过我们SWiHome3D的那个基础课程了嘛 然后今天的话 舒文老师就要帮我们上进阶课程 然后相信大家就是回家之后一定有先就是自己在摸过 所以就是可能会有遇到一些问题什么的 然后所以刚刚已经有些同学在留言板就是有询问问题 然后所以等一下老师在帮我们就是一一解答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欢迎我们的舒文老师 好那我来共享一下我的画面咯 好那我来共享一下我的画面咯 好请问这样各位 看这个画面OK吗 看一下哈 我把这个拉过来聊天拉过来比较不会像上次这样 挡在那里 声音应该没什么问题啦 好那今天的话是 24节气里面的大鼠了 所以我有拿冰淇淋 冰淇淋来这边跟大家消鼠一下 哈哈哈哈 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哎犬犬没有声音 好那个冰淇淋在提到就是那个签到的连结哈 我这边贴给你一下 好啊如果你那个讲义 好讲义原则上我们就是跟礼拜四的是一样的哈 好我们在后面在后面的那边 那今天呢 又准备这个YouTube的直播 今天应该声音的部分没问题了啦 好因为我已经把我的频宽又再提升 又加了一倍 所以应该会更好一点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我先看一下这个徐老师的 他回去之后就很认真的做一个在水上的 哈哈哈哈 好那我跟他建议其实这个部分啊 他可以用我们上次最后提到的高画质的输出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的那个效果就会更好 OK 对 这样应该可以 好 所以其实你这样子实际去玩玩看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SweetHome 3D 是真的还蛮容易的 好 那我们呢 先针对刚刚同学提到的问题 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简报简报 我来看一下在这边 那各位呢 你看我们简报的话 呃 如果你 上次做的 你没有留下来 没关系 我们礼拜二的档案呢 我把它 保留起来 你可以找一下 在我们简报的应该是20页这里 在简报的20页 这里有一个进度下载 0720的进度下载 你就可以把我们的专案档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部分它是放在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硬碟上 所以你点开 就会看到这样 那顺便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实SweetHome 3D本身的专案档 事实上就是一个压缩档 所以如果你打开云端硬碟 有没有 它事实上会看到里面的东西 但是你不用特别点进去 你就直接从右上角这里 直接下载就好了 好这个是跟各位说明一下 你可以用这个档案延续我们上次的 好那如果呢 你觉得这样比较麻烦 其实我顺便提一下 我们SweetHome 3D呢 好请看左上角这边 当你在开档案的时候 各位这样会不会有点卡卡的 我如果放大的时候你看得到吗 好 OK 你开新档案的时候 在这边呢 它就有一个叫做来自新范例 这个呢即使你使用的是线上版本 我们上次没有跟各位带到线上版本那边 但是它的线上版本也是有一样的 你可以从这里 也就是跟你现在买房子一样 你也都没有自己盖对不对 都是别人买好的吧 就已经盖好了 对不对 预售屋啊或者是已经成屋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先挑 那这里面的话 跟你的工作经历 跟这个经济能力有关系 刚开始只有工作室 然后呢有一楼的 再来经过两三年之后 你已经可以买三楼的 有没有 等到你比较有钱的时候 大老板的 可以有夹乘的 还有地下室的 OK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 先找也是OK 好 那这九个 它们有一个特色 就是 它希望你自己去设计你的房子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你会发现 它所有的 不管是墙壁 地板 或者是家具的材质 通通都只有颜色 它并没有像我们一般的模型 还有贴上那个图片的 它希望 它希望 全部都由你自己来打造 好 这是这九个 比较不一样的 另外 如果你觉得 这九个 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打开这边 寻找更多的范例 它会带你到 线上的网站 那我们SuiteHome 3D呢 其实我上次还有个应用 没有跟大家介绍到 就是 它本身其实 也可以类似做 虚拟实境这样的概念 你可以看到 这些它所谓的 线上的画廊 也有专案档 可以直接下载下来 此外呢 如果你想要 就是做一个互动的话 我们SuiteHome 3D 可以直接输出成 类似VR的一个互动的 网页 所以你点刚刚那个 Animation 3D Animation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模型载进来 这个时候呢 好 你看 有没有 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动看看咯 你有点像在玩游戏 有点像Minecraft那种概念 你可以前进 你可以后退 那它在左下角这边呢 在左下角这边 它事实上有两种观看的模式 这个我们今天也会提到 这个我们今天也会提到 它会在这个 两种 一种预设的叫做鸟看模式 旁边这种叫虚拟观看模式 所以如果你要看房间 点进来 一楼 有没有 你就可以进来里面 有点像第一人称的那种 游戏 像以前叫盾嘛 OK 还有一位在大厅的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觉得你想要 这边的模型 一样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但是这里的 它就是真材实料咯 也就是说 上面就跟我们之前用的一样 所有的模型 都有贴图 这样了解 所以你要什么样的 材质 你要什么样的 这个 模型 也都可以从这边复制过去 你看我先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我把它存起来 把它放在下载好了 好 那我现在把它打开咯 OK 那它这里面呢 因为它这个有不同楼层 所以 这个就要看一看了 看你要在哪里 那假设 你想要的是 如果你要全部整个 房子都把人家带走 你就全部复制起来 所以我们这边顺便跟大家 介绍一下 不同档案里面的 SweetHome 3D 的模型 怎么做复制 好 我先做 比较小的好了 就这一个 好 这是一个床 有没有我在桌手边看到 这是一个床 我就Ctrl加7 或者你按这边的复制 接着你回到你的这里 Ctrl加V贴上就可以了 你看 我把它的床偷过来了 这样OK吗 所以你会发现 在SweetHome 3D里面 我们多个模型之间 档案要交换是真的很简单 就这样就解决了 来 请问大家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我虽然现在拉过来 但是有些同学会没看到 哈哈 会有个灰色档在那里 好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 请按E好了 这样我就知道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好 OKOK 这样大家 动动手 比较不会无聊 OK 那我把刚刚 乃云 提到的问题 跟各位说一下 因为那个也是 蛮常 遇到的 来 他找了一个 地毯 好 我们在左手边 我把地毯拿出来 目前你看到这边 OK 因为呢 他就放在下面 可是你看我把它拿上来 这个时候各位请看一下 3D的部分没有问题 地毯还是在下面 对不对 可是你看一下上面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他刚刚问的问题 在哪里了 因为 我的地毯 是比较后面摆进来的 所以说 它会叠在 床的上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 这个床 把它剪下 重新贴上 它目前就是没有按右键 像我们一般office里面 它会有一个叫 顺序 有没有 上一层 下一层 这样的可以调整的一个 方式 这个是 它的一个 功能上 目前的限制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刚刚还有同学提到的 就是 您下载了 我们这个 就是那个简报 我有 3D模型 外挂程式 好 我们都是点两下 就可以装起来 但是 如果你是材质的 就没有办法点两下 对不对 你要从这个地方 找到家具里面 在这里 有一个叫做 插入文理库 所以 如果您的 下载的 那些文理库 要把它叫进来 请你从这个地方按下去 再去选择那个档案 这样 这样 刚刚 我看一下 这样 应该 刚刚同学问的问题 我都有回答到了 我看一下 还有谁的 还有都里的 玻璃鱼缸 那个就没有办法 那个主要就是 你只能选比较黑的 还有一个是都里提到 要怎么样修改 那个 好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上次 各位 你有发现到 我们随后 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是不是叫做 门跟窗 碰到墙壁会自动打洞 这个我相信大家印象会很深刻 因为跟 目前 几个主要的 这种室内设计软体 来说的话 它是 这个算很好用 跟他们的传统设计方式不一样 那么其实呢 我们SYHOME 3D 在建立 墙壁 和地板上 其实有比较快的方式 我们礼拜二是很单纯的 就是点点点 对不对 虽然也很快 但是呢 还有更快的 我先做一次给各位看 好 我可以问一下 请问有没有同学 回去有认真看一下 当你点我们的建立墙壁啦 或绘制地板 他不是都会有这个提示吗 有没有同学回去有看的 请举手 哈哈 有没有同学回去有看的 好来 那个报道的连结 来等我一下 微影等一下 报道的连结 有哦 佳莹很棒 哈哈哈哈 回去有看 来 那个报道的连结 我再贴上去 然后简报的网址 我也再贴上去 其实呢 不管是墙壁 或是 那个 地板 它这里面 老实说 小技巧就在这边 好 那 我们来看看 这里 我现在呢 先画一个 好 到这边结束 我们就点两下 好 那如果 那如果呢 你想要帮这个 地板 加上墙壁 其实 其实不用那么辛苦 慢慢的弄 你只要 然后 来到墙壁 建立墙体的工具 来点两下 就好了 咚咚 有没有 就自动建立起来了 监狱马上把你盖好了 有没有 哈哈哈哈 这样真的很简单 这样真的很简单吧 你就只要点两下 所以 在 刚刚我们点这个工具的时候 其实它上面 就有跟你讲到 这个 小技巧 你看 在上面这里 应该是这个吧 双击 有没有 好像是双击吧 反正它里面有提到 OK 那反过来 像刚刚都里提到的 诶我可能柱子啦 或者是我的 墙壁啦 有动过了 比如说你看我这边 这样一动的 哇 我的墙 已经移动过 这个时候地板就 缺一角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把它删掉 既然我的墙壁是封闭的 有一个前提 墙壁必须是封闭的 OK 我现在呢 点到 绘制房间的工具 在封闭的墙里面 点两下 有没有就自动建立好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使用3D很快的方式 那为什么会需要 用这样子 因为呢 以后你要遇到更复杂的 这种墙壁哦 你看如果是这样子 墙壁往内凹的 你要在这里面 建立地板 是有困难 所以我们用刚刚的方式 只要确定墙壁是封闭的 我就 进到 绘制地板工具 在里面点两下 诶 没有 表示我里面 不是封闭的吗 好 我外拉一下 诶 竟然没有 好 我这里重做一下 像我们上次有提到 我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有破洞 好 所以我们 可以用这样把它框起来 但是有一个前提 它一次只能 两个墙 所以如果你 三个以上 那就很抱歉 它就没有办法 帮你做 墙体的结合 OK 好 这里 像这样的形状 我们在里面 有没有 我们点两下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 把地板画出来 这样有没有 稍微了解了 这样都里的问题 会回答到的吗 OK 好 那我们呢 就赶快先把 礼拜二 有一部分 还没跟各位 介绍到的 我们先把它 再做一下 来 好 在这边 这里 我先跟各位 介绍一下 那个线上版本 线上版本 在我们简报 第四页那里 好 现在 OK 那个佳寅有提到 绘制地板房间 可以做 砍入的动作吗 你要砍入什么样的 那个 他要在房间 放一个水池 水池 水池要浮在地面上 这个我们 直接挖地下室 这样比较合理吧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 会有增加楼层 跟挖地下室的部分 我那个时候再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好 然后再来 君翰有提到 一个问题就是 物件可不可以个别锁定 还是只有门窗墙地板可以锁定 好 这个我先回答一下 好 来我们看这边好了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 左上角这里有一个锁头 你如果按住了 因为其实跟我们 盖房子一样 我们平常是会先把 结构先做好 好比如说你这样盖出来了 好我有地板有墙 然后呢 你开始就会在里面做一些摆设 这个时候当然你的结构这些 就是不能动的 那我们在 SweetHome 3D里面 也是一样的概念 如果你已经把你的结构完成了 我们在做里面的 3D模型摆设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会去动到地板 动到墙壁 所以我们会像 在这边透过这个锁头把它锁起来 那墙壁跟地板 是它的基本成员 可是如果你的模型 我这里这个房间我已经摆好了 我希望不要再动到它 可不可以锁起来 可以的 你只要点到那个模型 点两下 这里会有一个功能叫做锁定 不是锁定 抱歉 基本元素 你把这个勾起来 它就会变成墙壁和地板一样的 这种叫做基本元素 它就会跟着被锁定 你看我这里勾起来 好现在呢 我把它全选 我去移动 诶 等一下 我这里先锁起来 你看我把它移动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就不会被拉走了 可是它旁边这个 这个 可以被拉走 所以 你要把它锁定 一般的模型 请你点两下 点两下 这里 你先 你如果要编辑它 还要记得要解锁 要解锁一下 这边 把它取消 好这样子你锁定的时候 你的物件就不会被锁住 好 那均汉这个部分 应该可以了解的 门窗 门窗也是 基本成员 但是你可以选择 要不要固定 好那雅玲有提到 天花板怎么做 天花板其实呢 它预设就有了 来在这里 你看 除了我们待会 增加楼层之外 它也会产生 那么本身地板 地板 事实上就附带天花板 好 那你看 我在地板上点两下 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一个 显示天花板 所以我把它勾起来 确定 但是你要注意 但是你要注意 当我们 视角是 由上往下看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天花板 可是我的视角 如果是由下往上看 有没有看到天花板呢 所以 你今天如果不想看到它 我就点两下 把这个显示天花板 把这个显示天花板关掉 这样不管你是哪一个角度看 就跟我们刚刚一样 都不会跑出来 这个是如果你只有一个楼层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做调整 这样那个亚铃 我先回答一半 哈哈哈哈 那另外一半我们就是增加楼层会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产生 其实我发现你们蛮厉害的 因为我很多时候上课 同学都不会去问这些问题 OK 来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我刚刚提到 我们要来看线上版的 对不对 这个呢在简报第四页 简报的第四页那里 这里有一个线上版 那线上版的话呢 就是你不用软体 就直接在线上完成 我把档案打开一下 你打开之后应该会 是这个画面 各位要注意一下它现在中文版 如果你选择线上 看到的跟这里会不大一样哦 因为中文版的部分 还是旧版本 就是Java的版本 只有英文版的online 它这里有 就是JavaScript的版本 那这里呢 如果你想使用我们线上版 比如说你可能出去外面啊 那我没有带电脑 可不可以用还是可以用 而且你也可以把你的档案就存在上面 那打开就OK 只是编辑功能当然相对比较少 那么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有注册档案 就是注册账号的话 你在上面做的编辑 就可以就可以做储存跟汇出 当然你也可以做汇入 那如果你只是直接打开它的线上版 没有登录 那么你只是做参考 没有办法就是做储存的动作跟汇入的动作 OK 那我现在先登录一下 好 有进来了 来你看 如果你有登录的话 你可以直接开个新档案 也可以直接把我们专案档 直接打开 来 在这边就可以直接 import进去 那各位呢 我们先把它打开 这里 这个 我就按编辑 可以 各位这个冰淇淋吃久了要换一个吗 来换个西瓜 可以吗 其实你 各位有没有发现 趁它现在还在打开的时候 线上课也有好处对不对 不受台风的影响 可以继续上下去 各位都不用担心出门在外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界面跟我们现在用的差不多 而且你看 它还有翻成中文 虽然我们用的是英文版的 但是它会自动依据你的地理位置 帮你翻成适当的语言 只是它的模型就是各位 安装版的那些模型 有感觉的 那操作的方式也都在这边 那么它上面目前 没有办法直接指定材质 只能指定颜色 这个是它目前上面的限制 可是你不用担心是因为 如果你已经在桌上行的 已经把它专案档完成了 我们讲过 使用3D里面的专案档 会包含所有的3D模型 材质 通通都会在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看我打开 虽然它里面没有这些图 可是我的档案里面有 它没有这些模型 没关系 我都还可以在线上打开 也可以做编辑 所以这个是线上版 目前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功能 当然像我这样有做登录的话 我就可以编辑完了 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先简单 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目前的线上版 当然在这里它没办法 另外汇入3D模型 也没有办法使用所谓的外挂程式 但是至少你已经有的内容 它都是完全相容的 你都可以直接使用 好 那么大家对这个线上版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想要再更了解一点点的 在这边我都有留那个教学文章的连结 你都可以就是进去里面看 OK 好如果大家都没问题了 请打2吧 好来 老师用的3D animation 我们这档案怎么做 有啊 不用线上版 那个是一个外挂程式 好 我先回答一下同学这个问题好了 在这边 你要输出的话 我虽然没有写在我们的讲义里面 但是呢它是一个外挂程式 好很好 大部分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嘛 好来你看一下 从这边 从这边 有没有 在工具Tools里面 就有一个输出HTML5 它会帮你把 我们的3D 包括它的相关档案 还有产生后的JavaScript HTML网页通通都给你 就从这里做输出 这样就好了 所以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那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个伺服器 你要把它传上去 如果你本身有一个网站的话 你把它传上去 这样就OK 我在我的部落格上 有一篇文章有介绍 看一下 好所以各位你知道这个网站很重要 哈哈哈哈 来跟外挂程式有关的 有没有在这里 因为呢我们刚刚那个外挂 你把它输出的这种网页格式之后 你自己的电脑是不能够直接打开来看的 因为你的电脑 并不是一台webserver 所以它必须要有传到网路上去 那你也可以跟我一样使用这个叫做babywebserver 就是像小朋友一样很阳春的server 等于把你的电脑变成一台server之后 你可以透过它在电脑上就直接浏览 就看你的输出的网页放在哪里 那它就可以像这样子 直接在浏览器里面直接做互动 所以你也不不一定一定要传到server上 好这样有没有回答的刚刚那个佳银的问题 好网址在哪里 OK来 刚刚那一篇文章的网址在这边 好那各位其实你不要客气 就是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应该没有那么多人会同时有问题吧 所以你可以稍微打断一下没关系 好那我们再继续回过头来看一下啰 我看看我们上次还有什么档案 上次的进度还有一部分没有跟各位提到的 外挂有了 喔来我想到那个我都有做记录喔 我没有跟你说假的 我很认真 就是要补充要讲的 然后哪一天要干嘛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有用心字图 哈哈哈哈 来回到这边来 来我们还没有去call out求救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请大家看一下call out求救的在简报的第15页 简报第15页 来麻烦各位 打开到简报第15页 好应该都找到了吧 来还没有同学没有找到我们简报档案在哪边的 简报的第15页 简报的第15页 如果你都已经有找到的 请按2好了 这样我就知道你已经都完成了 好 我有把那个简报网址再贴一次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 OK 那我们来看 这个到底要带我们到哪边去呢 那 不是材质 我要看的是 好没关系啦 你打开材质也可以 你往上卷动就好了 在上面在上面 来 这样你就找到 好 这两个我一起讲 好吧 好 那 各位呢 顺便广告一下 8月10号跟12号吧 我们中心这边 我们中心这边还有开Sketch up的 我们中心这边还有开Sketch up的 那个 延期 两天的 跟我们这个一样 两个晚上的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呢 Sketch up是他的最佳好伙伴 相容性是最高的 应该是90%到95以上都可以 好 所以这个是最棒的 那么 在我这个页面所整理的 由上往下 这个 上面的相容性最高 好 那越往下面 相容性慢慢越来越差 当然这个效果也很不错 好 但是呢 就是说 你越往下面 汇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比较属于 标准的一般3D模型所建立出来的档案 那可能 就 越来越容易遇到 可能 也许模型会不进来 或者是材质 可能会 不见 之类的情形 那么 这个 Sketch up 他有一个使用者的社群 叫3D Warehouse 这个是相容性最高的 好 我们可以点过去看一下 OK 那这个网站呢 有中文版 有中文版 来 我用另外一个 来下载 好 3D Warehouse OK 那你上面这个可以先关掉 没关系 你要看到中文版 请你把它卷到网页的最下面 你会看到它的语系 是在这边 这样就有中文版 那么 以前这个网站是不用登录就可以下载 就是不用注册账号 现在要求你一定要注册账号才可以下载 所以呢 没有办法 你可以先找 那么 如果你确定 找到你要的 我们再来 把它怎么样 注册一下 也可以 好 那 建议大家 你刚开始在找的时候 可以 找像这种 比较单纯的 因为呢 如果你找这种比较大的 可能模型汇进去的时间要比较久 而且它这边 有支援中文 所以你也可以打中文 但是打英文 会更多啦 会更多 所以我们先找找看咯 比如说 有没有同学要给什么关键字的 想要找什么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同学要给关键字的 对了 上次 阳台好 有四位同学有写Mail给我 我今天已经把那个恐龙跟鱼寄出去了 有一位同学 因为我的恐龙 白色的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记的是灰色的 你应该可能 最快明天 慢可能大概礼拜一 应该就会收到 我都用挂号记的 好 我们找一下阳台 好 那各位你在看 产品这边没有 你找看看模型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如果像这种情形 我就会 来这边 问一句 阳台的英文 因为用英文可以找到更多 好不好 所以我们用英文 有没有看到很多 这样了解 好 那各位在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他如果是在产品这个类别的 我们是没办法汇进去 因为这里只有Sketch up的原始档 所以产品我们就不找 我们找的是模型 这一块 好 那我找这个好的 这个 点下去 你就可以选择 你要下载 可是你会发现 因为他要你登录 所以我就先登录一下 好 我们再重新来这边 点下去 这里 但是各位你看一下 你觉得我们要下载哪一个 你觉得我们要下载哪一个 因为我们不是Sketch up 所以专案档 请不用看 就找这个Croda 这一个 好 那他的副档名 其实就是 叫做 D A E 所以他的副档名 会是这一种的 我们顺便提一下 我简报里面有提到 SweetHome 3D 他所支援的 3D模型格式 大概有四种 一种是我们最常用的OBJ 然后呢 DAE 还有3DS 然后这个KML是Google地球的 现在大概比较少人用 所以 这 几个 他都支援 因此你的模型 只要是属于这几种格式的都OK 所以万一不是的 我们通常会去别的3D软体 或者是 那个 就是 线上的 有一些 模型转换的工具 你都可以去转换一下 好 那你现在知道之后 我就来下载啰 下载下载的时候 它本身是一个ZIP的档案 好 在这边 有没有 它是一个ZIP 各位 不需要解压缩 因为 我们的SweetHome 3D 认识ZIP档案 如果呢 你是 RAR 7-ZIP 之类的压缩档 那就没办法 好 你要解压缩 但是ZIP的都不用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下载好了 怎么样把阳台汇进来 好 有一个同学在外面等待 好 OK 进来了 好 那 我现在 就点到这边 好 这里我拉开 来 我就点到这里 各位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点到的时候 旁边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蓝蓝的 表示我现在在编辑 2D的仕图 好 那 你如果点在这边 它只会会到模型库里面 OK 来 我点在这里 它就可以直接会到场景 那怎么把 我们的模型叫进来 请从 家具这里 有一个叫做 插入家具 好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说 它目前支援的是这些格式 还有什么 ZIP 其实 3D模型 也有很多共通的格式 但是它的复杂程度 就会比我们一般 影像的那些共通格式 来的复杂很多 像我们一般的3D模型 而那个2D的图片 主要就是PNG GIF 跟JPG 对不对 这几种 所以共通性 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呢 3D的部分 虽然格式都相同 但是组成的方式 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有可能会得进去 也有可能会不进去 好 那我刚刚呢 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 我只要把这个档案 我站旁边一点 不用解压说 按着 拉进来就好了 这样丢进来 有没有 这样就看到了 好 继续 他会请你先确认一下 这几个仕途 有没有问题 好 再继续 接着呢 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来 我这样放大一点 接着他告诉你说 诶 请问你 这个模型 要叫什么名字 要不要顺便 帮你增加到这边的模型库里面 如果你想要增加进去 你可以在这边 选择你的类别 是我们这 左上角这边 是哪一个 那如果你想要 建立自己一个新的 就在这边 直接打你的 那个类别的 名称 他就会自动帮你 加一个资料夹 再来是 这个模型进来之后 他预设的 宽度 深度 跟高度 还有 如果你的模型 是属于就是 不是放在地上的 你也可以直接指定他的高度 悬空高度 OK 那我这边我都先不改 好吧 好 我就继续 完成 来你看 我们的阳台好了 直接就进来了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我给你再多的模型 你永远都不够用 对不对 永远都是少一件 嘛 不管男生女生 现在出去都少一件 不是吗 没有现在大家都 上面这个 买而已 下面那一件都没有买 对不对 因为视讯会议都看不到那里 好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样就进来了 OK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就可以自己组合一下 那 Sketch Up的部分 可能有些时候 你 会遇到 这种情形 就是 它上面会有黑黑的线 有没有发现 会有黑黑的线 那这个我们可以顺便解决一下 那这个我们可以顺便解决一下 你就点两下 好 那我有遇到 有问一个问题 我等一下再解释 来你看 我们就进到材质 礼拜二我们有提到怎么设定材质 对不对 点进去 你看 你看 它这里会有边 边 有没有 这个 你就告诉他 我不想看到边 不可见 有没有发现不见了 不可见 就是这个Edge 各位你知道 其实我的滑鼠是这么大支的 只是你们看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小支的 这个边 这个边 你把它设为不可见 那这个材质就不会在模型里面出现 所以你可以比对一下 我们这个已经改过的跟下面 这就不一样 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是只有 Schedule App会遇到而已 如果是其他的软体 应该不会有这个边的问题 这样就完成啦 可以吗 那针对刚刚那个 乃伟提到的 他说那模型的档案是SKP怎么办 SKP就是Schedule App自己的 专案档 那你必须要进到Schedule App 这个软体里面 再把它转换出来 其实事实上Schedule App 我比较 没有很喜欢用的地方 是在于说 他 要做比较高画质的输出 我们上次有用外挂跟他内建的去做输出 对不对 可是呢 他的这个输出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 计算光影变化 你必须要付费再买一些外挂程式 或是再拿到像其他的3D软体 里面去做所谓的ray trace 我们讲的光机追踪之类的 他才有办法输出比较高画质的 那这个是他的策略啦 所以他本身软体 是不带所谓的那种 算图的引擎 好 这样哪一会儿已经知道了 好 到这边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都没有问题 很好 所以我们 那个外挂就像这样子 就是那个 载入外部模型 那如果你要载入的是 外部的 叫做 载入外部的那个 材质的话呢 这里我关掉 往下走 往下走 事实上Arch3D也是很好用啦 Arch3D 他有更多 生活化的材质可以给你用 只是我想我们今天就先不要讲太多 好 这个部分你在网路上 你都可以找到 就是 我有针对这块做讲解 那像你看到下面这边还有一些模型 有没有 像这些就是 电子零件的 水管的 所以上次有同学在问说 有一些那个 建筑的符号还是什么的 这里就有 你可以做参考 好 那我往下卷动 材质的部分这里也有很多 好 也有很多 所以你可以去找找看 那么我在Pintex上面呢 我有收集一些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进去这边找一找 包括我们上次做的这个小房间 有没有 我也有些参考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文理 你用这些的话 你会发现 哇 你的房子真的很逼真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个有兴趣你可以去找到 因为3D的贴图真的很多很多 只是呢 有些是属于可以给你个人使用 有些是个人跟商业使用都可以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点到他原始的网站去看一看 好 那佳莹有提到一个问题 用SketchUp做好的档案 要用另外软体做运算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阴影的部分 因为SketchUp本身 它是没有带这种所谓的算图的引擎 光机的部分 光机变化的部分 光机变化的部分 那Squihome 3D是本来它就有内建这样的功能 等于SketchUp它不是不能做 它是需要搭配其他的 包括外挂程式或者是 做好之后再送到其他软体里面去做 这样子 那么Squihome 3D在阴影的部分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有 它是没有办法像一般3D软体里面 我可以指定哪一个 比如说我这边这个阳台 我可以不要受到灯光影响 我可以不要产生阴影 在一般的3D软体里面我们可以这么做 可是Squihome 3D里面它没办法 它就是我只要有打的灯光 应该说跟我们真实世界一样 我打的灯光 就一定会有阴影产生 所以如果我有两个灯光 就会有两个影子产生 如果有三个灯光 会有三个 那你就知道有时候阴影反而会变得比较乱 加影这样有了解了吗 好 OK 所以我们大致上 礼拜二没有提到的 我们先在这边做一个就是 终结一下 好 OK 那么我们稍微再往下 我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从后面这里来啦 各位你可以打开我们简报的20页 因为我们今天还要再努力一下 好你找到之后呢 麻烦你 往下 20页 如果呢你有需要我们简报答案 一样从这边 那在21页这里呢 简报的21页 我们今天呢 要开始先从庭院 然后客厅 接着往上盖 再往下挖 OK 在简报21页 那你可以下载 下载 如果你觉得 你不要从头开始做 没关系 你可以下载我这个 已经有的档案 你可以把这个庭院这个档案 把它下载下来打开 那我先等各位一下咯 各位现在在看 如果你有看YouTube的 直播 应该现在都是有画面的吧 也有声音嘛 有好谢谢谢谢 所以 这样子应该如果你万一哪一段 没有听到或者是你觉得 好像没有听得很清楚 你可以随时replay一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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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没有下载档案有问题的 好那你记得 这个点进去之后它是一个压缩档 但是你不用再理它 右上角那边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好我给各位看一下咯 在这边 这个是已经先完成一部分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待会要完成的就是像这样子 你的庭院这一块 庭院这一块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呢 诶 第一个 我们这里会有一些围泥 对不对 树的围泥 那当你树量很多的时候 我要怎么复制 怎么对齐 这是一种 第二个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条步道 石头的步道 那这个要怎么做 好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在简报里面 简报里面 我有提到了3D模型的复制 它有快速键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当然这里也有外挂的程式 好外挂程式我们可以用 那可以做的比较逼真 怎么样比较逼真呢 就像这样子 好我用这个开 好你看我往下走 这个是它最近增加的一个 不是它官方开发的 就是有人帮它做开发的 好你看有没有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 可以产生出来 那像你看到这边的 我这个就是有一个厚度啦 其实呢跟你在看我们这个 看一下 应该是 这一张 这一张 就是我们简报第一张那个 简报第一张里面的 这个 有没有我们就可以像这样产生一个 类似像地板的厚度 当然做法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那这也是一个方式 我觉得做庭院这个还蛮方便的 好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个要怎么做咯 来 在这里 那你可以在旁边做看看 也可以就是把我的先删掉也没关系 那如果模型你在选的时候 有什么方式可以比较快 我把我的快速线先打开 来 你如果在这边 你可以这样子按住 应该是按住Ctrl吧 不对按住Shift 有没有你可以这样选 这是一种方式 好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选太慢 其实你也可以来左手边 就是我们左手边这个 这里 你先不要点到任何一个 像我在这边的话 我知道我的围离 它是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 我等一下就用丢滑梯的按住 往下一拉 有没有这样我就可以全部一起选到 所以我们在这边选 在这里选 甚至上次我们有提过 在这里可不可以选 看到就按右键 这样也可以 好这样也可以 好不好 所以看你要怎么样选都OK 我先把它删掉咯 好我们来这边 按住拖曳 好Delete 好现在都没有了 那我去找找 哪里有围离呢 这个部分其实是在最近几个版本里面增加的 应该 你用安装版的也有 你用安装版的也有 就是如果你没有 那个 就是没有用那个什么 增加模型也会有 我记得是在户外吧 这里 好那石头也是在这边 因为他最近一个版本的更新 就增加了一些日式庭圆的 的东西 所以你刚刚看到这里 还有像这个竹子 都是属于日式庭圆的那个概念的 我们往下走往下走 你就会看到 这里有树的围离 应该有三个 有三个 有没有 有这样子的 也有这样子的 有高低 当然你也可以用关键字打 好我就先丢一个出来 好丢出来 在这里 好这样一个了之后呢 那你要怎么复制 当然你说复制在贴上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会蛮鼓励各位 你可以用快速键 来你看一下我按什么 按住Ctrl对不对 所以当我拉动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我的滑鼠下面 就多一个加号了 好那因为我们希望他水平 或垂直复制 所以我会加上一个 这个 加上shift 所以Ctrl键先按着 再加shift 他就可以水平或垂直的移动 这样一个就可以变两个 那两个 我把它一起悬起来 两个就可以变 四个 这样子就比较快了 好那我们一样 按住拖曳 好 那我现在复制好了之后 虽然有 可是其实我的间距 是怎么样 这个间距其实是 没有等分的 那这个部分跟我们一般的影像处理软体 或是向量软体 都是一样的概念 他可以把这些 做一个等距的分配 我一样我先把我的数 先把它拖曳 框悬起来 你可以找到 家具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这些功能 这个这个 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到家具里面 看你是要对齐 比如说我先对齐一下靠上面 那我要水平或者垂直分配我的间距 我就可以用水平的 这样我可以确定 竖的每一个间隔都一样 这样OK 那我上面好了 我就可以怎么样 复制到下面去 那么如果 以我们现在这个情形来看 我这里好像少一点点 对不对 怎么办 你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先把 这个靠过来一点 我先抓到我的 头 跟我的尾巴 我再请他帮我 这中间平均分配 现在这样子 我再来选 好 这个时候水平的 分配就会以你的头跟尾 帮你做一个等距的分配 好 这样子各位 对这个部分 有没有 清楚了 所以我们物件的复制 就是按住这个 Ctrl 键 那加上Shift 是为了方便它垂直 或是水平的 一个 就是 移动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这样就复制好咯 这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应该还好啦 如果你有曾经用过 影像处理软体 像Photoshop啦 Illustrator 还有像Inscape 这些都会有 他们都有一样类似的功能 好没有问题了 请按E 让我就知道 你有认真上课 哈哈哈哈 没问题啦 好好好 OKOK 谢谢谢谢 那我们现在呢 再把 这个 步道的部分 我们来提一下 好不好 石头的步道 这个 这个提完 我们就先休息 好 就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步道 要怎么做 你真正去摆石头 是一个方式 但是其实 这个步道是用地板下去做的 也就是绘制房间 所以我先把这个删掉吧 我先放旁边好了 你一个原则 就是要先 自己先有想法 哈哈 就是如果我要像他这样 我要自己先知道 我要怎么画 就是走到这边来 那待会呢 我们就是这样画 走回去 走回去 就沿着 他 做出一个厚度来 这样就好 因为我们绘制的过程里面 他 形状会乱跑 你就不要理他 所以我说 你要自己先有想法 好 那么我们就用 画地板的工具 咯 在这里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如果你觉得角度不对 或者是那个点下的不对 没有关系 待会我们都还可以做调整 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那个 如果你想要 取消 那个吸附的效果 按下键盘上的哪一个按键 因为我们平常 到这边我先结束 好 那记得 不管是墙壁 还是地板 画完之后一定要回到箭头 你才可以做调整 好你看 我如果要微调这个 我们要微调这个的话 你可以按下 键盘上的Alt 这样子呢 你在调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它不会启动那个 吸附的功能 你就可以做比较精细的调整 好在这个节点的上面 好到这边 那我现在呢就可以针对这个 点两下 来指定 我们的文理是哪一个 对不对 你就可以去指定 如果我想要 刚刚这一个 这种文理怎么办 直接复制 按右键复制 来这边 按右键 不能贴上 叫做贴上式样 有没有就过来了 这样了解了 好 所以你可以去找到很多很多 像这个效果也不错 对不对 磨十指的 然后像这个也可以 像这一种的 我们去外面 比较大的广场 常常会有看到这一种的 不过这一种的 在这边会稍微 比较不是那么适合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看你想要哪一种的 我们就把它试着贴看看 木头的 感觉起来太贵了 哈哈 好 所以我们先讲到这边 现在七点五十六分了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休息十分钟了 好不好 好吗 来我们请大家先起来 活动活动筋骨啰 好大家起来动一动 好好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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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